欢迎收看每周360 我是Angus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第一则新闻 Proton X90 要给你 Apple CarPlay 了 也会有更多新的功能 上个星期宣布会更新的是这个 Proton X70 这个星期就来个 X90 至于 X70 的那些朋友呢 可能要再等多一个星期啦 下个星期可能轮到你 然后 X50 的朋友 可能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升级你的车 或者升级你的电话 大多数是没有可能到你的啦 在现在这个年代啊 Apple CarPlay 已经是用户选择 新车时候的重要考量标准之一啦 用过 Apple CarPlay 的朋友呢 都回不了头的 不仅方便省时省心 还可以让车内观感提升不少 Proton X90 目前的这个 GKUS 系统 虽然已经支持部分的导航 还有这个娱乐功能啦 但是用过的用户都知道 它总是少了一点东西的 就是差了一个 Apple CarPlay 对于那些长期依赖 Apple CarPlay 的车主来说 真的是爽 这次的升级也给了 Proton X90 更多的车机功能 同时也回应了马来西亚消费者 对科技以及这个便利性的期待 Proton 也通过技术升级 不断增强品牌的竞争力 所以Proton X90 引入 CarPlay 更新 以及更多新功能的这个消息啊 无疑将进一步提升它在市场的地位 未来车主不仅能享受与手机无缝连接的这个便利呢 还可以通过这个丰富的车载系统功能啊 体应到更多智能感的这些出行生活 对于Proton 而言啊 这次的升级也代表它在智能汽车领域呢 卖出了坚持的一步 我觉得这次升级对Proton 来讲呢 它的销量一定会有更多订单啊 Android 的用户不用太灰心 忍耐多一下就可能会到你了的 第二则新闻 Nissan Almera Turbo 呢 9月销量只卖了98辆 2024 年全年销量1484辆啦 我觉得2024 年的Nissan Almera Turbo 呢 应该是犯态税啦 这款P-Segment 的车型啊 有着一粒1.0 三缸 Turbo Engine 有力又省油 然后再以它丰富的这个智能安全配备为卖点啦 但是为什么你们就不选它呢 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 B-Segment 的Market 一向来都是各大品牌的必争之地啦 Almera Turbo 主要的竞争对手是 Toyota Vios Honda City 以及Proton Persona Proton X70 这些车型 这些车型在市场上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和忠诚的客户群 特别是 Honda City 在设计动力选项 以及Hybrid 车型的加入方面 展示了它的优势 给 Almera 带来巨大的这个竞争压力 至于 Vios 也是时常给 Discount 和 Toyota 的品牌 有时再加上这个 Proton X70 和Persona 的 强势围攻 这些车型对于 Almera 的打击 确实产生了影响 虽然 Almera 这里 1.0 Turbo Engine 也有着 不错的动力输出还有油耗表现啦 但是消费者对于 三缸的引擎还是不是很有信心的 一些用户担心三缸引擎的抖动问题 还有长期的可靠性呢 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的程度上 影响了市场对 Almera Turbo 的接受度 不过讲真的啦 这里 Engine 的整体表现还是蛮出色的 价钱方面 Almera Turbo 从 83,888 令吉起跳 对于那些预算 100 千以内的消费者来说 这个价位可能比不过我们国产车 Proton Persona 或者 S70 啦 然后这个价钱呢 另一部分的 Potential Buyer 会考虑入门机的 SUV 了 就好像 Proto Artiva 或者 Proton X5 车 这些车型在实用性和空间方面都有更加好的优势 Almera Turbo 尽管销量不是很好 但是它的产品亮点也是值得一提的 这辆车标配 Nissan 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包括自动紧急刹车、车道遍你警示 还有盲点侦测等等 它的 Turbo Engine 的扭力是高达 152 牛米的啦 是一辆很省油而且很适合城市驾驶的一辆车 但是这辆 Almera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它的这个内饰材质还有它的设计有点普通 后排空间也不够同击对手 Honda City 来的啦 然后所以呢 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就很困难 所以未来 Nissan 如果选择要拯救这辆车啦 就必须在配备上面进行一个加强啦 也可能因为 Nissan 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研发 新一代的这个 GT-R 楼身上 所以没有放心思在这些民用车上 你们觉得呢 第三则新闻 2024 年的 Mitsubishi Trident 正式发布了 全新的 2.4L 低色 engine 售价 101,980 块起跳 Mitsubishi Motor Malaysia 在上个星期16号 就正式发布了第六代的这个 Mitsubishi Trident 5 款车型 包括备受瞩目的这个 Single Cab 进马轮的朋友呢 如果你们买不到 Hilux 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这辆 Trident 全新的 Trident 搭载了全新 2.4L Hyper Power 4N16 的 这个 Turbo Diesel Engine 分为两种动力输出版本 高输出版本配备于 Trident Outlet 的车型 拥有 2-stage 的这个 Turbo 最大功率呢 204PS 470Nm 低转速就可以输出强劲的动力 兼备高效与性能表现 其他版本就给你标准的 2.4L 4N16 Turbo Diesel Engine 最大功率 184PS 430Nm 日常驾驶和工作也是很够用的 还有这辆 Single Cab 也是一样的 Engine 全新 Trident 采用全新的车架结构 车身尺寸比上一代更大 更耐用 更可靠 全新车架使用了高比例的高强度钢材料 横载面积比前一代增加了65% 弯曲刚性提升了40% 扭转刚性也提升了60% 这辆车在恶劣的地形下呢 稳如泰山 同时这个设计通过控制重量增加呢 又提升了驾驶效率和车辆的整体性能 驾驶性能方面呢 全新 Trident 采用了全新开发的 Suspension 提升了乘坐舒适性和转向的稳定性 Trident Elite 的版本呢 配备了 Mitsubishi Super Select 4 View Drive-2 的系统 提供了 2H 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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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 还有 4L LC 的四种驱动模式 同时也给你七种驾驶模式以应对不同的路况 而其他版本就配备了 Easy Select 4 View Drive 系统 提供 2H 4H 4H 4L 的三种模式 比较简单的操作啦 同时 Trident Elite 还配备了主动偏航控制系统 在过完时候呢 会对内侧的前轮进行稍微的自动 提升了在湿滑的路面上的转向性 还有它的安全性 全新 Trident 也增强了安全配备 部分车型配备了 Mitsubishi Motor Safety Sensing 系统 为用户的每一次驾驶提供更多安全保障 此外 Trident 全系配备了主动稳定控制与牵引力系统 并配备这个抖拨缓降控制 还有抖拨起步辅助 让驾驶者在各种复杂的路况下都容忍而解 Mitsubishi 为不同的地区提供了全新 Trident 的多种 配备还有价格选择 以马来西亚半岛为例 各版本的价格如下 最高配的版本呢 只卖你 165,980 块 而下一个版本就是 AT Premium 就是 145,980 块 再下来就是这个 AT GL 版本 116,980 块 如果你要 Manual 的呢 有这个 Trident Manual 114,980 块 还有这个 Single Cap 101,980 块 全新的 Trident 带你上刀山下游国 动力性能也是够够力 配置也不吝啬 虽然有路的地方就是有 Hilux 啦 但是 Hilux 每天要担心被人偷掉 然后又没有货给你 所以不用想太多 买 Trident 也是可以的 第四则请问 吉利新愿在中国正式上市了 310km 或者 410km 的这个续航给你选 会不会是未来的这个 Proton E-Max 5 呢 最近吉利新愿在中国正式上市了 推出四款车型提供 310km 或者 410km 的 两种续航里程可以选择 分别为青春版 梦想版 自由版 还有这个探索版 这款电动车的外观设计 现代时尚 兼被优秀的空间布局 成为电动车市场的一个焦点 吉利新愿的车身尺寸呢 4135mm 再乘以 1805mm 乘以 1570mm 轴距 2650mm 作为一款五门的 hatchback 新愿在设计上注重的是空间 还有它的实用性 车内空间充足 适合日常家庭用车需求 车身高度和长度设计平衡 在操控性和空间利用上面呢 都表现出色 吉利新愿搭载了两种不同容量的 这个宁德时代黎酸铁锂电池组 分别为 30.12kW 还有 40.16kW 分别对应 310km 还有 410km 的续航里程 这车型支持 CLTC 工程下的续航测试 通过先进的 11合1智能电驱动系统 车辆能够平稳的高效的转换电能 优化能源使用效率 快充方面呢 吉利新愿支持直流快充 电量从 30% 充到 80% 只需要 21 分钟 极大的提升了车辆的便利性 此外 夜冷系统为电池提供了更加高效的散热保护 有效提升电池的寿命还有它的稳定性 吉利新愿不仅在续航和动力方面呢 它的表现优异 而且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也有很多的亮点 搭载一系列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就是 69,800 元到 98,800 元 换算马币大概就是 45,800 块到 64,900 块 这个价格在电动车市场上面有很高的性价比 特别是在电池技术和智能化配置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在此之前Proton 已经注册Proton E-MAX 5 的这个名称 再加上新任也基于这个 GEA 或者这个 GMA 的平台打造 这款车的大概率会成为下一款Proton 的这个电动车 而这款车的定位比较低的关系呢 有望成为马来西亚市场最便宜的这个电动车 那么各位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第五则新闻 马来媒体爆料呢 这辆Proton Myvi D-01D 将会有三个引擎选项 其中包括 Hybrid Valiant 这款新一代的 Myvi 可能会在马来西亚掀起一股新的日潮啦 因为它一直以来都是马来西亚的国产神车嘛 从这个 Fantastico 的网站提供的信息来看 新款 Myvi 将继续保持小型 Hatchback 车的定位 然后在设计还有技术方面都会有所提升 三种引擎选项包括 1.3na 1.5na 还有 Hybrid 这也是 Myvi 首次引入 Hybrid 技术啦 以后的 Myvi 又快又省油了啦 更构虑的是 Hybrid 引擎可能会采用 和 Pelotua 其他 Hybrid 车型相似的技术 结合高效的电动马达还有传统的燃油引擎 以实现更低的这个碳排放还有更好的这个燃油效率 要省钱要车够快的你们还需要考虑吗 新一代 Myvi 在安全性方面呢也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升级 给你更多先进的这个驾驶辅助功能 例如自动紧急刹车系统还有这个车道保持辅助 这些功能都是现代车的必配的配置啦 至于外观设计啊虽然还没有确实的图片流出 但是业界猜测低零一滴可能会有这个 Pelot Elza 和 Atiwa 的设计元素啦 就是有这个更加时尚更加动感的外观 还有全新的前眼设计更加流线型的这个车身线条 这辆车简直就是为 Fastlane 而生的一辆平民小钢炮 OK 以上就是本期 360 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 Follow 我 和 Automatic 的 IG Tiktok 小红薯 我是 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ראל上面有需要的尤花 看看是不是 这是Dekalin的右函